嗨,大家好,我是小鄧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來聊聊的是Britz Tekken這個吊帶的進步 這個吊帶我已經用了大概是第四條 那我真正買的話是買了三條 那第一條呢,我是跟人家用戒的 那這個袋子呢,為什麼我這麼喜歡使用的原因 第一件事情是它真的讓我的肩膀非常的舒服 因為它完全是壓在我的脖子的下面 那我們就要來聊聊是說 為什麼老師你要買這麼多這個吊帶 那其實這個吊帶在模型中它有一直在進步 那這個進步其實是你用肉眼看不出來的 除非你記得它後面那個位置大概在哪裡 那這個袋子的進步就像我這個脖子後面的這個高度 它如果每次可能三連下降0.5公分或者是0.3公分 我都非常的有感 因為你平常壓的地方就在那邊 有點像你平常坐的椅子坐在這個地方 你再往後坐一點點你就知道說有差有差 所以你如果長期使用下來的話 你對那一點點的那個進步是非常有感 但是再怎麼樣的這個吊帶呢 還是比一般的這種套脖子式的這種吊帶還要在下面很多 那我就要拿一個舊的版本給大家看 就是為什麼我買了這麼多條 那它到底差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說這兩個地方如果都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位置的這個角度不一樣 尤其是這個翅膀 這個三角點這邊都扣在一樣的地方 你看喔 是不是有差 看得出來有差嗎 這個地方比較高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越高的話呢 在脖子上它就會越上面 那這個地方如果越低的話就會越下面 所以大概經過了幾年它就會做這個微微的這個改良 放在一起很明顯 開度就是不一樣 那像我自己在用的就是你會發現說 我平常如果是沒有穿領子的衣服的話 會很明顯 因為那個沒有領子的話就會壓在脖子上 你的袋子如果是比較新版的話呢 它就會壓在我的那個T恤的這個衣服上面 所以沒有領子的話我這個感受又更深了 所以很多人就問說 欸老師你怎麼買這麼多啊 其實它無形中有一直在進步 一直嘗試要改良這個袋子的弧度 那讓這個我身體的這個下脖子的這個地方呢 可以讓我這個地方更舒服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個是一個無形中的這個進步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